全文故事欠下巨债 我只能每晚直播算卦,赚钱还债 深夜 连线到老同学,如今他已是当红流量小花 看着卦象,我皱起眉头 你这,恐有血光之灾 他不但不幸,还大骂我是骗子 可过了几天 当红流量小花,拍戏落马,摔爆假体的消息 不进而走 他缠着绷带,怒气冲冲地又来找我 命我再给他算一挂 我看着卦象,不好意思地对他说 你这,恐有生死之劫 一美女,上点才艺啊 对面的女主播已经从喊卖 热舞表演到了电摇 造成这个情况,也只怪我那不争气的父亲 别人继承家业,不是豪车豪宅 就是公司企业 可我继承的家业,居然是巨额债务 为了早日还清债务 我只能运用家学,每晚直播 这部直播事业刚刚起步,我就遇上了困难 没有底气地回应对面的女主播 我,我会算卦 说完这句,直播间热闹了起来 不过全是嘲笑 家人们,我没听错吧 他说他的才艺是算卦 现在主播的人设这么卷吗 那女主播听了我的话腰也不扭了 坐在屏幕前好奇地看着我 大师,你会算卦? 你给人家也算算吗 我今年的桃花望不望 他嗲声嗲气 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算卦可以 一次三百八十八 女主播起初还有些犹豫 可是没两秒 对面的礼物就刷了起来 他喜笑颜开 直接付款 我掏出三枚五珠钱 心中默念口诀 连至六次 看着最后的卦象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 在习惯女主播的面下 终于在催促下开了口 你正圆未到 三十岁前不会结婚 听了我的话 女主播扑哧一声就笑了 大师 你这可算错了 我和男友下个月就要去领证 这骗子是不是瞎 女主播手上那么大的钻戒 他看不到啊 本以为是个江湖骗子 没想到是个残障人士 无视屏幕里的嘲讽 我笃定地说道 这证肯定领不了 你男朋友已经有老婆了 卧槽 这是我能听的吗 两极反转 该不会这大师知道些什么吧 听到这话 女主播脸色一变 你胡说 他明明单身 我是看你可怜 才照顾你生意的 没想到你上来就血口喷人 降火也不是这样的 空口造谣 我可以告你 也许是他情绪过于激烈 弹幕里的讨论 也越来越多 不会又是空口造谣吧 都别演了 这又是新剧本 现在人为了拉流亮脸 都不要了 女主播这一挂来对之兄 阴出阳位 居位不正 桃花带着危机 我断不可能算错 本想再劝解两句 但没想到 意外的状况居然发生了 二他原本正在激烊地骂着我 身后的门铃突然响起来 女主播只能作罢 先去开门 门刚开个小缝 就被一股力量猛地踹开 门身都跟着微微颤抖 只见进来的人 是几个飘悍大妈 其中一个进门就冲上去 抽了女主播一个大嘴巴 并怒骂道 贱人 我让你当小三 其他的大妈像是得到了信号 在这之后 纷纷冲上去 对着女主播全打脚踢 无论是屏幕另一边的 我还是围观群众 统统看呆 卧槽 搞到真的了 带尸牛啊 这都能算到 笑死了 真有人信吗 这怎么看都是演的 不是吧 那大妈出拳的力道和角度 看着像真的 女主播此时形象全无 衣服被撕开 头发被抓成鸡窝 挣脱包围 冲到屏幕前 对电脑大吼 强哥 快报警 有人要杀我 大妈冲上去 拖住女主播 刘强就是我老公 花着我的钱 天天给你刷礼物 陪我等着 我收拾完小三 就回去收拾你 强哥 他喊的 不会是那个榜一大哥吧 女神天天扭来扭去 原来都是为了给大哥表演 放心错付 看大嫂这手镜 大哥的日子 估计也不好过 强哥 你保重 饶事算到了 可这木医就看得我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报警 心底不住的叹息 万般皆是命数 平时还是要行善积德 不能做违背道德之事 但恰巧也是因为这件事 我的直播间开始热闹起来 大师 你能算算我什么时候发财吗 大师 新来的女同事今天看了我好几眼 你能算算她是不是想和我结婚 楼上的 有病早点治 多看你两眼 可能是因为没见过活的傻子 大师 他们之前喷你的时候 只有我看好你 先给我算 嗨嗨 我轻轻喉咙 郑重说道 各位兄弟姐妹 谢谢大家的关照 本人算卦 按次收费 不要一万 也不要一千 只要九百九十八 小黄车一号链接 拍下计算 三二一 上链接 我说出了苦练一碗的口号 但场面却尬住了 刚火就涨价 不要脸 昨天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这个骗子 就是为了骗钱 黑心骗子 傻缺才会拍 弹幕里叫骂不停 我也是没办法 这债主天天给我电话 只能乘着热度多赚点 很快 新连线就来了 卧槽 这不是新晋小花徐萌萌吗 女神 我爱你 妾 果然娱乐圈全都是绝望的文盲 堂堂大明星 居然相信算命这套 来的不是别人 是娱乐圈 心境流量小花徐萌萌 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我的老邻居兼老同学 可她找我 绝不可能是单纯算命 只听手机里 甜甜的声音传来 大家误会了 我和这位大师是发小 今天原本有同学聚会 可唯有她没来 听到消息才知道 你在直播算命 可疑 虽然你爸欠下巨款 但你朝我开口 我一定会借给你的 可是 搞这种封建迷信 诈骗大家 就是你的不对了 三徐萌萌 确实是我的发小 小时候 我样样压他一头 活得像个别人家的孩子 可是随着我爸破产 家里背上 拒债开始 我们俩的状况 发生了翻转 没有了竞争对手 我的存在 徐萌萌 变成了样样第一的公主 而我被送去乡下 和爷爷 学习了算命的本事 那个所谓的同学会 都是有钱人的聚会 早已脱离之前的圈子 我便没有参加 只是没想到 因为过去的小恩小怨 徐萌萌至今还惦记我 不惜专程来拆台 但是 直播是我现在的饭碗 我可不会轻易就让步 谢谢你把我家的情况 公之于众 我确实需要钱 可我算挂 绝对同所无欺 活真价实 别人说我的手上便 迅速操作起来 只是怪我不够周全 没有想到 会有您这样的大善人出现 与其借钱给我 不如直接拍下二号链接 大善人永保平安套餐 只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就能帮助一个苦苦挣扎的普通人脱离泥潭 把爱撒向人间 行善鸡大德 萌萌 看在发小一场的份上 你要不要先拍一摊 毕竟这点钱对大明星来说 九牛一毛吧 徐萌萌好茶呀 说什么发小 上来就报隐私 是啊 主播算得挺准的 上回当三主播被原配暴打的事 都上了热榜 真是发小 哪用得着来直播间帮助 现实里在干什么 楼上可真酸 我们萌萌人美心善 也是害怕朋友走上其路 大家被骗已 粉丝又来洗地了 要是真那么心善 就拍二号链接呀 明星的钱也是钱 凭什么要被主播诈骗 弹幕里 随着徐萌萌的粉丝涌入 吵得不可开交 再看徐萌萌本人 脸上的完美微笑 也有维持不住的迹象 我拍一单一号链接吧 就当是帮帮你 贺一 希望你还是尽早 找一份靠谱的工作 直播只是夜间工作 我白天也没少打工 但看在他下单的份上 我没说什么 拿出五珠钱 不用算了 我就当作慈善 徐萌萌一副 对我施舍的样子 我诚信精英 一单一挂绝不作假 这挂像显示 你近期 我眉头紧皱 盯着挂像面容严肃 反复查看 徐萌萌和他的粉丝 都当我在演戏 嘲讽的话不断 我看着神棍掩不下去了 我抬头看着徐萌萌 严肃道 你近期会有血光之灾 徐萌萌愣住 确认了我的话后 整张脸垮下来 贺一 你别太过分 我就是想帮帮你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诅咒我 弹幕里 徐萌萌的粉丝 一起跟着他 骂我恶毒 压根不给我解挂的时间 直接开始举报我的直播间 在徐萌萌愤怒的表情中 我直播停止 号被封禁 似就这样 刚有起色的饭碗 就被徐萌萌和他的粉丝砸了 我气坏了 但也没地方说理 只能注册小号 但是小号刚注册没多久 一定会被粉丝举报 断了外快收入的我 苦不堪言 天天忍受着债主的高压 而我的全部消息 都被徐萌萌粉丝人肉出来 发到了网上 在接了无数个骚扰电话后 一条消息引爆了全网 当红流量小花 拍戏落马 摔爆假体 这位当红小花 正是徐萌萌 他受伤的新闻 传遍各大网络 当然 也包括我算挂的视频 这次我新建的小号 终于没有被粉丝举报到消耗 而是又开启了直播 我更是下血本 做了一条横幅 挂在直播间 上面写着 成功预测流量小花 坠马事件的 玄学大师 徐萌萌知道此时气得半死 又跑来直播间质问我 贺一 你太过分了 快点把横幅撤了 徐萌萌上身穿着宽松的卫衣 遮掩伤势 脑袋上还打着绷带 惨白的脸上 硬是被气出些红玉 观众看他这副模样 不少弹幕 开始为徐萌萌叫驱 主播也太过分了 发萌难财 我看搞不好徐萌萌受伤 就是他诅咒的 这样的主播应该被封杀 前一段时间的收入缩水 最近的压力 好不容易减小 可不能让徐萌萌 把这个直播间也搞黄 我不客气地说道 你受伤的事 我很遗憾 但是我这横幅说的既是实话 也没有指名道姓 没有取下来的理由 如果你不算挂 我只能挂断连线 你敢 徐萌萌已经维持不住 平日的温柔做派 脸上的表情凝成一团 凭什么不敢 没有事情 能阻止我赚钱 我向个无情渣男般挂断连线 开始继续直播 也许是我的行为 激起了徐萌萌的怒火 他不断发来连线申请 接连拒绝都没能让他放弃 我无奈点下确认 哪知道徐萌萌迅速拍下一号链接 我下单了 你算吧 我一定要在全国观众面前 揭开你的真面目 他气得面红耳赤 话里都带了船 给钱的是大爷 特别是还有院种 一直给钱 我一改之前的态度 笑意盈盈地对着徐萌萌 亲 现在就给您算 但目前的观众傻眼 这变连也太快了 搓手等待 这次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上回不过是巧合 坐等神棍翻车 坐等加一 我补出第二卦 卦象一出天地否 我一将 对着面色难看的徐萌萌说道 你这 恐有生死之劫 过曹 怎么一次比一次惨 这是胡扯吧 都骤人死了 这骗子太过分 美女哭太心疼了 快到我怀里来 楼上的别趁机占便宜 弹幕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徐萌萌看我的眼神 带上了怨恨 渐渐地怨恨变成委屈 她居然 音音音大哭了起来 我无奈地解释道 卦象这样显示 我不是故意的 心下也觉得奇怪 一般人有时运高低 偶有结束也属正常 徐萌萌能当明星 命格自不会差 而且 她天庭饱满 眉宽耳豪 怎么看 都是长寿之相 明明之前还只是雪光灾 今日就变成了生死节 这其中明显有蹊跷 还想再问几句 可她已经抬起手 指着屏幕 就要开始骂我 眼前一个白色的徐卓闪过 心里忽然有了计较 无视她的大骂 我问道 你这徐卓哪里来的 她被我问得一愣 擦眼泪的手将在半空 我再次问道 你这徐卓 是最近几天才拿到的吧 徐萌萌半天回了句 你怎么知道 这就对了 心里的计较有了答案 这是死人之物 带了极深的怨气在上面 带过这镯子的人 活不过七日 听了我的话 观众和徐萌萌一起傻了 卧槽 这是编的吧 怎么听着有点吓人 眼看着中元节要到了 主播该不会再沧热动 徐萌萌先反应过来 你胡说 你根本不知道这镯子的来历 那人不可能会送这种东西给我 是你没见识 不懂高级货而已 你今日是不是多梦 早晨起来总是很累 我严肃地问道 徐萌萌迟疑一下 没有反驳 你的梦中 是不是都能梦到一个面容模糊的女人 而且 你坠马之前 是不是第一次梦见那个女人 事情似乎有些严重 我说话的声音 不自觉地放大 过了几秒 徐萌萌点点头 我心下有了答案 当初第一挂挂缝六冲 显示有血光之灾 我只当是徐萌萌时运 低点将到 但他坠马受伤 铺天盖地的新闻和八卦 对他影响不小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时运问题 后来我曾专门找到他的八字 他近几年都走大运 事业应当平步青云 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意外发生 再结合今日的挂项 只有一个可能 有人在设计陷害徐萌萌 六我说出猜测 徐萌萌面色沉郁 眼里仍然带着怀疑 送你镯子的人 大概率没安好心 我也是 看在发小一场的份上 才提醒你的 听了我的话 徐萌萌反而情绪激动起来 不可能 这个镯子 是别人专门在拍卖会上 拍下来送给我的 不可能是死人之物 这次不用我开口 董行的观众就做起了科普 这镯子可是玻璃种翡翠 价值堪比一套房 我就是干这行的 近期从没听说 有拍卖过类似的手镯 卧槽 不愧是明星 超乎我的想象 而且 你们不觉得这个手镯 有点眼熟吗 是不是和秦清戴的 那个很像啊 卧槽 不会吧 秦清上个月车祸身亡 这手镯 该不会是他的吧 徐萌萌面色紧张 看着弹幕的眼神慌乱 秦清 我皱起眉头 饶氏对娱乐圈的事情 不太熟 我也听过秦清的名字 她是年少成名的影后 后来事业遇到瓶颈 沉寂多年 最近关于她的消息 就是 秦清酒后驾车 出车祸身亡 当时车辆起火 一代家人的结局 最后竟是尸身都被烧毁 引得许多网友讨论 徐萌萌脸色越来越白 手不自觉地放上去 想把镯子取下来 可尝试几次都没有成功 取 取不下来了 她的手伸到屏幕前 只见那镯子紧贴着手腕 鱼留一个极窄的空隙 观众都跟着吓了一跳 毕竟那样的大小 按理来说 徐萌萌应该带不进去才对 镯子戴上就是很难取 要不要试试肥皂水 或者塑料袋 有些人是不是眼瞎 仅成那样 除非拆骨 怎么可能取下来 是不是胖了 楼上的在想什么 女明星什么时候胖过 而且 这镯子主播不是说 没待几天吗 突然 我想到当初的新闻 糟了 怎么 徐萌萌萌已经被吓呆 按你坠码的时间算 今天应该是第七天了吧 如果取不下镯子 今晚你就危险了 完了 徐萌萌萌萌 再次承受不住 又哭了起来 都怪 怪你 他鼻涕 眼泪一大把 根本不像女明星 我小时候天天输给你 被我爸妈数落 结果现在遇到 不是血光之灾 就是生死之劫 我 我 这不是你来找我的吗 我挠挠头 我 我不管 都怪你 呜呜呜 徐萌萌萌 薅萌出一大把纸巾 在脸上乱抹 你得救我 弹幕也被徐萌萌带着走 满屏都是整齐地救救她 我讹脚抽搐 半天 憋出一句 我不方便 欺徐萌萌 瞳孔地震 眼里的震惊和怨恨 简直要把我戳穿 今天第一次 我心中生起了小小的愧疚 淒淒爱爱地解释道 那个 我答应一个债主 明早还钱 我这还得加班连线两三个人 这次徐萌萌 倒是没有说话 黑着脸 直接拍下二号链接 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的大善人 永保平安套餐 我一张脸 笑得像朵菊花 好嘞 老板你有什么要求 卧槽 我没眼花吧 好无耻的一张脸 主播 这次我真没法帮你写 头一回心疼徐萌萌 天天被发萌难踩 徐萌萌强令自己的视线 不去瞟弹幕 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你保我平安 小菜一碟 交给我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你家 我边回答 边穿外套 但徐萌萌紧急回了句 我不在家 我现在住在华福院 你搬家了 我问道 他摇摇头 弹幕突然热闹起来 华福院 影帝萧畅 不是住在那里吗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麦克风给楼上 说出来 流量小花 徐萌萌成当红 影帝萧畅 家人们 我的CP成了 我问徐萌吗 手镯是萧畅送给你的 她的沉默 给了我答案 卧槽 家人们萧畅 不是和琴琴 传过多年绯闻 手镯真是琴琴的那个呀 不敢相信 难道萧畅是娱乐圈 新一代的石头男 每一任女朋友都送手镯 还是同一个 我忽略乱七八糟的弹幕 问道 她在家吗 徐萌萌连忙摇头 你先离开萧畅家 去保安室等我 我离得不远 可她还没来得及回应 滴滴电子门所打开的声音 所有人都听到了 把我朝华福院赶去 全程关注手机 徐萌萌把摄像头 切换到了后置 只见画面里一个 帅气挺拔的男人 面朝她站着 怎么还没有睡 充满雌性的低沉嗓音传出 你怎 怎么回来了 徐萌萌出声回答 带着些紧张 不是在山上封闭拍戏吗 萧畅笑笑 龙林山下大雨 停工一天 就赶回来看看你 这不是怕你孤单吗 卧槽 营帝的宠溺 哪个女人受得了 之前是误会吧 营帝对徐萌萌这么好 不可能有加害她的意思 楼上的恋爱脑行行 我家就在龙林山下 满天繁星 哪有什么云 卧槽 妈妈我害怕 害怕的都是单身狗吧 情趣懂不懂 重要的不是天气 是想见你的心情 萧畅又说了几句情话 慢慢朝徐萌萌走来 房间的大灯没有打开 半明半暗的光线里 萧畅那张帅气的脸 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她靠得更近了 似乎想要和徐萌萌拥抱 先去洗个澡吧 带着撒娇 意味的声音响起 萧畅的步子突然停住 愣了下 好 那萌萌可要做好准备等我 说完转身离开 动作流畅潇洒 但这次没人再夸萧畅 弹幕里溢水的卧槽 家人们 我没有看错吧 刚才萧畅是不是有两个影子 一大一小 我也看到了 佛祖保佑 圣母耶稣 家人们现在信什么有用 徐萌萌把摄像头重新调回前置 脸色难看得吓人 他声音颤抖 刚才萧畅靠近的时候 我闻到了很浓郁的腐臭味 怎么办 鹤一 我面色暗沉 事情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起初只以为是萧畅利用手镯上的怨气 害徐萌萌 可现在 萧畅身上带着两个影子 专程在手镯起笑的最后一页赶回来 那么他必然不是直接要徐萌萌的命 那么这样做的用意在哪 烧死的秦青和他的手镯 以及两个影子 突然 一个可怕的想法出现 萧畅打算借徐萌萌的命复活秦青 他一直将秦青记魂在自己身上 这样和他亲近的人会一直被阴气侵蚀 在戴上有着秦青强烈怨气的手镯 那么时间一到 徐萌萌命丧黄泉 躯体被秦青的怨气彻底覆盖 再用秘法将封住的魂放入徐萌萌的身体 那样秦青将被复活 忍不住打个寒战 这个方法 只听爷爷提过一次 此法代价极大 施法之人必将命数折半 萧畅从未承认过和秦青的绯闻 没想到居然会这样深情 我将猜测告诉徐萌萌 他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活着的时候没见多珍惜 死了居然愿意为那个女人付出这么多 他愤愤的语气 听着也不比秦青的怨气小 我还想八卦几句 但在徐萌萌忧怨的眼神之下 实在问不出口 最后还是交代了证实 如果我的猜测是真 那么秦青的遗体一定藏在这栋房子里 你赶紧去找 久徐萌萌拿着手机狂奔上楼 他喘着气说 萧畅从不让我进二楼最里面的房间 说那里是杂物间 如果是藏尸 藏东西 应该是那里不会错的 我也到了华福院的门口 嘱咐他小心 我会尽快赶到 手机里 徐萌萌已经进入了房间 可房间里空空如也 压根没有杂物 只有一个合起来的神龛 和几个木制柜子 楼下客厅传来消畅的声音 萌萌 你去哪儿了 徐萌萌萌浑身一颤 怎么办 怎么办 但木里急得更厉害 卧槽 锁门 快 把门锁上 徐萌萌萌手忙脚乱地照做 躲 躲起来 躲柜子里 不行 万一里面有 晴晴烧焦的尸体呢 那怎么办 这间房就这么点地方 要不跳窗怎么样 你眼瞎呀 看不到忽兰市吗 萧畅的脚步声 伴随着问询越来越近 徐萌萌急得团团转 最后他深吸一口气 拉开一扇柜门 卧槽 勇士 我可不敢 空的 老子白害怕半天 徐萌萌不再犹豫 拿着手机 直接躲进了柜子里 摄像头再次切到后置 柜门处留了一道缝 正好可以看到门口的位置 萧畅的声音 也来到了门前 他在门口询问几声 把手被剧烈地扭动 整个门被震得框框直响 几分钟后 声音停下 所有人屏息凝神 是不是走了 不能这么容易吧 卧槽 卧槽 你们快看 妈呀 老子扛不住了 萌萌你保重 只见门缝处一道黑色的影子伸进来 阴暗狭长 房间里没有开灯 唯一的光源是正对门的窗户里照进来的月光 就算物品会有影子 也只会和这个移动的影子是反方向 但它不止如此 没一会儿 这个狭长的影子开始变化 它伸出了手脚和脑袋 竟然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子 紧贴在门上 咔的一声 门被这个诡异的影子打开了 徐萌萌应该是怕急了 因为她的手连带着手机抖动个不停 一双脚出现在视线里 后边跟着两个影子 老子的心要跳出来了 谁借我两颗塑笑就心完 楼上的 给我留两粒 卧槽 来了 你不要过来啊 来一个人和我抱抱 我 我 那双脚越靠越近 碰 第一个木柜的柜门被打开 手机抖得更加厉害 别摇了 我要吐了 差不多行了 还能保持清醒 我已经敬她是条汉子 碰 又一声 隔壁的柜门也被打开了 眼见着那双脚就要 走到徐萌萌面前 观众和她都屏住了呼吸 突然 电话铃声响起 那双脚猛地停住 转身朝外走去 直到门被关上 手机里传出徐萌萌的喘气声 卧槽 我差点憋死 我也是 不敢再待在柜子里 徐萌萌轻轻推开门 试探地从里面走出 她忍不住抱怨一声 到底什么时 说到一半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后置摄像头 清清楚楚地拍到 一双黑色的手 从地面的阴影里伸出 握上了徐萌萌纤细的脚踝 找到你了 使我感到的时候 就是看到的这副景象 黑色的阴影 从脚一直覆盖了 徐萌萌半个身子 她剧烈地挣扎 想要爬出去 赶忙从包里掏出 爷爷留下的符咒 贴到影子上 影子突然发出 站立的铜音 符咒剧烈地燃烧了起来 徐萌萌娇弱地 倒在我怀里 茵茵哭泣 你怎么才来 这题我会 主播进不来华福院 绕了三圈 才找到个狗洞 爬到一半还卡住了 我熟练地将那两个号拉黑 对着徐萌萌说 快走 可是一转身 萧畅已经站在了门口 她穿着浴袍 发烧还在滴水 胸口露出的部分 隐隐能看到胸肌 萌萌 你怎么了 我刚洗完澡出来 就看到家里的门 就被撬开 你没事吧 你才洗完澡 徐萌萌惊愕地望着她 是的 这是谁 怎么这副打扮 不怪萧畅疑惑 我还穿着直播 专用道袍 整个人看起来 不伦不类 徐萌萌还没来得及解释 又听萧畅问道 保安通知 最近有好多假道士假和尚 打着风水算命的 幌子行骗 她停顿一瞬 一双眼睛 深情如水地望着徐萌萌 宝宝 这个人可信吗 你该不会已经被骗钱了 徐萌萌干笑两声 没 没被骗钱 我怎么会有那么蠢 不自觉地与我拉开距离 她是我老同学 来借钱的 我没同意 我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女人真是没救 看看婊 已经夜离两点 再耗下去 等到饮食 天王老子来了 也难救徐萌萌 搞不好 还要把我搭进去 我一步 跨到徐萌萌身旁 搭上她的肩膀 在她震惊的眼神中开口 消畅 你别演了 我和徐萌萌 早知道你的打算 你将勤勤的魂魄 封印在自己身上 刚才地上影子的异状 可不止我和徐萌萌 所有直播间里的人都看清了 你接近徐萌萌 将秦卿的玉琢给她 全都是为了借徐萌萌的命给秦卿 好让秦卿的灵魂 占据她的身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了我的话 消畅眉头皱起 嘴唇紧敏 这位小姐 编故事也请参考下基本法 你说的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不觉得过于夸张吗 消畅的话一出 不少弹幕跟着附和 哼 真当我没有办法证明 我指着房间里的柜子 要想诫命成功 必须得徐萌萌 和秦卿同时在场才行 这间房间阴气极重 秦卿的尸体 必然藏在这里 哼 听到我的推断 消畅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还嘲讽地笑笑 比起幻想 你不如打开看看 这里圣人的阴气 不可能骗人 我毫不犹豫地打开柜子 所有人 包括观众都没有说话 等待着结果 然而 里面空空如也 卧槽 不会真的被骗了吧 不可能 那我之前看到的是什么 我早都怀疑了 一切都太不合理 会不会是投影 不一定吧 你们看影帝的表情 也挺怪的 你家进了个神经病 还把女朋友带偏 就问你气不气 那够了吗 这位小姐请你离开 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肖畅的脸上出现不耐 连徐萌萌的脸上 都出现了点时疑 我看看时间 不能再等了 成他们不备 冲上去 掏出包里 被符咒裹满的狼头 在弹幕一堆 卧槽 声中 冲着徐萌萌的 手腕处敲去 十一手镯 硬声碎裂 原本纯洁无瑕的 玉石中 流出大量鲜血 那个诡异的铜声 再次哭喊起来 黑色的影子 从肖畅的身后升起 朝我和徐萌萌袭来 我们赶紧躲避 但影子的真正目标 并不是我们 而是两台 正在直播的手机 啪的一声 手机碎裂成树块 肖畅的眼神英智 看着让人不寒而栗 他悠悠开口 你们逃不掉了 徐萌萌紧紧扒住我的手臂 问道 贺一 怎么办 我好声无语 但此时也顾不上和他置气 只回复了一个简短的跑 掏出最后几张符 催动后 朝肖畅扔过去 拉起徐萌萌 就朝楼下跑去 几息之后 便感觉阴风阵阵 一道无形的压力 越靠越近 这样我们迟早会被抓住 全军覆没 思考一瞬后 我松开徐萌萌 交代他分开逃跑 转身跑向了另一个方向 贺一 你不是个东西 再回头看 那道黑色的影子 果然朝徐萌萌萌追去 而我身后空无一物 危机当下 人都有无限的潜力 放在平时 徐萌萌的体力 一定跑不了几步 但现在 他居然跑得飞快 背后的影子 隐隐有追不上的趋势 可萧畅突然出现 挡住了 徐萌萌的逃生之路 他迅速被影子缠住 一双黑色的手 直接攥住了 徐萌萌的脖梗 直掐得他脸色紫红 气息奄奄 如果你仔细听 就在这生死危机的时刻 徐萌萌嘴里 泥南的还是 贺一 你个狗东西 而我 趁着徐萌萌 吸引走 消畅注意力的时候 重新溜回了 二楼的房间 打开神龛 朝着里面一个 被封印的木盒 狠狠砸去 孩童尖利的惨叫声响起 一个力道 狠狠地将我拖拽到 一楼客厅 撞在徐萌萌旁边的地面上 我痛得直抽气 消畅眼睛发红 满眼都是恨意地看着我 你干了什么 嗨嗨 我勉强缓口气 答道 没做什么 就是 把你那小鬼儿子的封印破开了 什么 他脸上的表情巨变 眼里的惊恐 怎么都遮不住 怎么 怕了 我好笑地看着消畅 你朝秦卿借运的时候 怎么没怕 杀害秦卿的时候 怎么没怕 把未出事的孩子 制成小鬼的时候 怎么没怕 肖畅惊恐地看着四周 眼神的闪躲 听了我的话 嘴里 颠三倒四的硬鹤 不是 是他自己摔下去 是他答应的 是他 是那个蠢女人 突然 他的声音停下 眼睛瞪大 全身颤抖地在地上磨动 我看向他望的位置 只见那里出现两团黑影 周身弥漫着怨气 不 不是我 别 别 过来 肖畅的双脚乱踢着 不断地朝后退 可是那个小一些的黑影 已经到他身边 用尖利刺耳的声音喊着 爸爸 不 不是 肖畅的脸上 涕泪纵横 全身止不住地抽搐 可是另一个黑影也到了 他们将肖畅团团围住 直到最后一声乌液 彻底消散在夜里 十二虚蒙蒙已经吓傻 像得连体音般地贴在我身上 我有些嫌弃地推开他 他不仅无视我的嫌弃 反而又贴过来 结结巴巴地问 这 这是 怎么回事 看他一副惨样 我还是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我爬出狗洞 好不容易赶到肖畅别墅门口时 却发现 此处早已被设下阵法 根本进不去 靠着一知半解的解证知识 勉强发现 昆卫有意 过去查看 原来是秦清的魂魄 被封印在这里 将其解封后 了解到事情的原貌 秦清和肖畅 在二人多位走红时开始交往 后来秦清一炮而红 但肖畅仍旧在剧组跑龙套 两人的差距越拉越大 一次休假时 肖畅提议去泰国游玩 说那里有师父可以帮忙改运 秦清便陪着他一起去了 真如肖畅所说 回来后不久 肖畅就被一名大导演选中 出演了职业生涯的代表作 自此开始了星光熠熠的演艺生涯 而秦清出演的电影 却屡屡失败 不久就沦为票房毒药 先有工作找上门 秦清的事业不断受挫 最后决定放弃 回归家庭 可就在准备告诉肖畅怀孕消息的当晚 听了自己悉心相处多年伴侣的秘密 原来肖畅的事业一路通畅 是因为多年前去泰国时 找法师借走了秦清的运势 秦清知道后难以接受 和肖畅大吵一架 冲突之下 肖畅失手将秦清推下楼梯 秦清倒在血泊之中 他痛苦的身影并没有等来救护车 只在肖畅冷漠的目光中等来了死亡 随后肖畅将他的尸体 伪装成了酒驾车祸 尸体在燃烧的车辆里 被烧成了焦炭 而他未出世的孩子 居然被肖畅取出 找人制成了小鬼 公养已助长事业发展 为了能长期压制住小鬼 就要找活人献祭 肖畅选定的祭品就是徐萌萌 听完这些 徐萌萌半天回不过神 终于 他反应了过来 所以你早知道 肖畅操控的是小鬼 而我就是那个祭品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点头肯定 徐萌萌一下蹦起 双眼闪烁着怒火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看着他 我有些欲言又止 最终在他的威胁下 说出了答案 我看过你演的戏 眼纪太差了 我怕露线才没敢告诉你 赫一 你给我等着 果不其然 耳边又响起了熟悉的怒吼 终于在不久后 天边微光亮起 我和徐萌萌 平安度过了一夜 拿着徐萌萌的备用手机 开始直播 弹幕中庆幸的 怒骂的 怀疑的言论 一条条飘过 往日觉得过躁 可此刻看着 却觉得无比鲜活 我眼睛有些湿润 含泪上了三号链接 八八元祈福套餐 拍下此套餐之人 主播将在日夜 感悟天地之时 为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你可真不要脸 徐萌萌在一边吐槽 但身体 还是诚实地下了一单 你可真不要脸